夫君生辰 同僚请来一群舞姬助姓 我端庄大放的铜钉客一起欣赏着眼前的曼妙舞姿 没有人知道我微笑的皮囊下 内心是怎样的惊涛骇浪 也没有人知道我藏在桌下的手 指甲已经深深嵌入掌心 一曲舞弊 为首的五娘携同其余人 鸟鸟上前行里 我垂下眼眸 淡定地端起香茶轻敏一口 试图将响如鼓雷的心跳声压下去一些 蒋若娘 她不是应该再住现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瞄了眼对方露出来的玉壁 白如脸藕 恍人心神 与我身上的身色相似云紧 形成鲜明对比 我稳住身形 脸上没有露出半分异样 时过境迁 今非昔比 她不一定能认出我的 果然 在听见赵之南赏的字眼后 蒋若娘领着同伴恭敬地退出厅外 没有多看我一眼 我微不可见地松了口气 众人久哈尔热之际 我借口身体有些乏累提前离场 夫君 你不胜酒力切莫多饮 我去厨房替你威胁解酒汤 赵之南温和地点点头 夫人且去 等会我去房里看你 我的后辈已经有些近失 不知是热的还是下的 只想赶紧回房 吩咐完是你去厨房准备解酒汤后 我匆匆朝着后院走去 刚到长廊 拐角处走出一人 知府夫人明艳端庄 佩金带子 若娘好生羡慕 蒋若娘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外衫出现在长廊 她嘴角扬起 眼里满是饥讽 没有半分对官家夫人的敬意 我顿住脚步 姑娘可是走错了路 府衙内宅不允许外人靠近 她缓步上前 立在我身侧痴声说道 怎么? 官家夫人当酒了 连曾经的主姿都不认得了 或者说你以为穿上华服 就能掩盖住你身体里见血臭骨的味道 做人不能忘本哪小莲 我胸口一致 浑身冻如冰窖 蒋若娘认出我了 她知道我不是与赵之男有婚约的护玲珑 而是她曾经的丫鬟小莲 十岁时 母亲带着我在街上乞讨 却避于风雪 同样十岁的蒋若娘与同伴们嬉戏 扔出的石子飞到我脸上 差点将我眼睛砸下 她什么也没说 只静静地看着我 眼里藏着我看不懂的神情 直到她爹蒋县令推开围观人群 我才进了蒋府得到救治 眼睛的伤好后 我成了蒋若娘的丫鬟 不是贴身的那种 因为她总觉得我很臭 我很感激蒋县令给我容身之地 所以即使蒋若娘从不拿正眼看我 说话阴阳怪气 我也不以为然 谁知五年后蒋家突遭变故 驻献粮仓失火 官粮损失严重 君王震怒 身为父母官的蒋县令难逃罪责 蒋家被罚没收全部家财 男丁入狱 女卷交给官媒发卖 蒋县令入狱没多久 便死在牢里 蒋若娘听闻后疯狂扇我耳光 将我打得鼻青脸肿 都是你这个灾性 乞丐不待在乞丐窝 偏要学臭虫爬出水沟 蒋家落到今日 田地 都是被你这个贱种克的 这一刻我才明白 原来蒋若娘不是心高气傲 她是从心底憎恶我们这种卑如蝼蚁之人 贱命泱泱 该拿去田沟粮 蒋县令虽只是七品官 造失的原配却是富家女 身为他们的独女 蒋若娘的衣食住行毫不逊于世家千金 她投了一个好胎 可以锦衣划服灭示威者 可命见是我的错吗? 为什么要受到如此欺辱? 蒋若娘继续往我身上发泄着情绪 脸上火辣辣的 头皮被扯得生疼 虽然我痛得眼泪直流 但心底却有着说不出的畅快 蒋家落到今日田地 或许是老天特意安排 安排自命清高的她来地狱看看 蒋若娘被人买走了 以她的样貌 有人至今并不奇怪 可没过两日我也被人买下了 按理来说 像我这种奴仆少说 也得等上十天半月 直到我看见一脸雾色的蒋若娘 站在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身侧 我心底一沉 男人我认识 是住县靠屠户发家的理财 她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来蒋府提亲 等她走后 放置礼品的地方蒋若娘 让人用水冲刷了三遍 我记得她当时扭曲的神情 长毛的猪也配 现在的她却面无表情地站在她口中长毛的猪身边 又哄着这只猪将我也买下 也罢 你怎么也是个姨娘 身边需要人伺候 都这种地步了还记得救人 我的若娘真真是人美心善 来了这么久 李才看不见我俩之间没有任何寒暄和只言片语 果然是只长毛又眼瞎的猪 曾经的天之娇女成了她看不起的低贱伤骨妾 而我生了疾 成了贴身丫鬟 从早到晚承受她无边怒气的那种 随后在李家的一年 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接踵而至 我身上的青子没有消失过一天 但我却有些高兴 因为每次那只猪来 蒋若娘都会将我支开 她扯着我的耳朵说过 想翻身做主姿做姨娘 这辈子你都妄想 你永远只能是奴 是跟在我身边讨饭吃的狗 可即便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仙女坠凡尘 忍住恶心伺候着下贱商户 但理财还是厌弃了她 理财的正妻顺势将我们打包卖给了青楼 因为蒋若娘很少给理财好脸色 每次见到理财的脸比隔夜饭还臭 在发现高价买回来的姨娘不仅高高在上 时常找理由拒绝同房 还在背地里偷偷喝壁子药后 理财大发雷霆 让正妻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心比天高的妾室 在这种情形下 蒋若娘不仅没服软 还跟点了火的炮仗似的 说出许多不堪入耳难听至极侮辱两夫妻的话 正妻早就不爽 蒋若娘已久 此次终于等到报仇的机会 我李家收拾不了你 自有收拾得了你的地方 我且看看你一支玉碧万人枕的时候 你千金小姐的架子摆得了几十 不识人间烟火的蒋小姐怎么会知道 即使是地狱 也分了十八层呢? 实在可笑 我曾经想过 将碧子药的事情透露给理财夫人 以换取卖身器的机会 但做了这么多年丫鬟 明白正是是如何厌恶切实 我恨蒋若娘 却不想害蒋县令唯一的血脉 便忍下来了 谁知还是东窗事发 我以为打一顿便罢了 未曾想蒋若娘上赶着烫 生怕对方抓不住把柄 香兰芳 那是会让女人变得不仁不轨的地方 我小瞧了内宅阴丝的手段 眼界低窄 不懂得上等阿扎 被送去香兰芳的前一天晚上 我壮着胆子试图劝说蒋若娘去讨好理财 蒋若娘的表情却诡异地像修罗 她咬着牙齿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要我向他们低头 做梦 无论我经受怎样的痛苦 我定让你承受我的百倍千倍 我隐忍的怒气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忍不住大吼道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值得你这样恨我 你一个臭乞丐不自量力 竟敢踏我蒋府门 还留在府中每天在我眼前晃悠 是你的晦气把我刻成了现在这样 你说你究竟该不该死 我被蒋若娘离谱的话语震得愣在原地 就因为我身份卑贱 所以我就该去死 按她的说法 天下人岂不得死一大半 这一刻我下定决心 我要逃 留在这疯子身边 我不敢想象会在香兰芳经历怎样的梦夜 就在这时 一道阴如蛇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怎么样? 既起我是谁了吗? 要是你实在想不起 我有的是方法让你恢复记忆 比如 同赵之南探讨一下你的病情 多年不见 蒋若娘依旧盛气凌人 即使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逆来顺受的启儿 但他看我的眼神跟过去并没有两样 若是再装下去 恐怕会更刺激这个疯子 收起跟他虚与尾夷的打算 我淡然开口 说吧 你想要什么 赵之南回房时已有些微醺 伺候他洗漱后我扶着他躺下 不一会儿他的呼吸声趋于平静 我躺在他身侧却毫无睡意 直到今天赵之南都不知道 与他真正有婚约的女子 早在多年前就死在来京寻他的路上 被卖去青楼的前一天晚上 我逃出了李家 比起被人糟蹋 我选择做个逃奴 是生是死 皆听天由命 我不愿去回忆当初是怎么逃离的住县 那恶臭的味道似乎现在还萦绕鼻尖 出了城门后 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郊野 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富京寻亲的护玲珑 两个独身女孩决定结伴同行 就在即将到达京城时 护玲珑突然染上十亿一病不起 我悉心照顾她多日 没想到她还是没能挺过去 小莲 麻烦你到了京城替我转告她 玲珑命薄无缘与她相见 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 护玲珑的爹曾经有恩于赵家 若不是护玲珑的双亲相继去世无人可依 护玲珑也不会听从她爹的建议 来京城寻找她素未谋面的未婚夫婿 毕竟多年前的口头承诺 谁知他人可还记得 埋葬好护玲珑的尸身后 我有些茫然 不知何去何从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护玲珑的露饮 我是个逃奴 一路上胆战心惊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可现在露饮摆在我眼前 而她的主人已经香香玉允 除了我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刚开始 我只是想借着露饮入京 找个安身之地 可在得知当今壮月郎名叫赵之南 并即将入汉林院时 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富贵顺遂无忧 而有的人力尽坎坷 却含悲死在无人之小处 为什么就因为我无法选择出生 就得被困在泥潭里挣扎沉沦 我要坐上等人 我要去山顶高处看一看 看看那高处的风景究竟有多动人 拿着信物去见赵之南的时候 我内心十分忐忑 我想着若是他不好相遇 捞笔银子磅身也不失为上策 谁知对方不仅有匣子月韵之风貌 还有昆玉秋霜的品性 赵之南知道 我的来意后 不仅没有冷言以对 反而彬彬有礼地安排我住下 说随后便同他母亲商议此事 赵之南的爹在数年前已经去世 而他娘虽然不是权贵鼎熏 却也出自江北武姓 在他温和地问我是否愿意做他赵家父时 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壮阅郎娘子 未来内阁大臣的夫人 这颇天富贵 竟真落在了我的身上 过去十七年的经历如走马灯般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咬了咬牙 含羞待怯道 玲珑不胜荣幸 就这样 我嫁入赵家 成为正式妻 五年时间里 我的眉眼被舒适的环境浸润地全部展开 额间的幽丝也被风一吹就散 并搅的朱玉让我熠熠生辉 绫罗绸缎几乎迷花人的眼 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再对我一气指使 耳边环绕的全都是金玉良言 锦绣高粮 原来是这般滋味 我从最初的谨小慎微到如今的游刃有余 没有人能从我身上看到一丁点过往的影子 坐上高台俯身望去 众人皆是喜笑盈盈 赵家不仅有钱还有权 从近是登科到被任用之府 赵之南只用了五年 除了他自身的才能外 赵之南长袖善武 对官场之道炉火纯青 仿佛生来便是朝中能者 若在天上点气韵 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而我得了这顶称玉石的生活也没有闲着 除了细心照顾赵之南的衣食起居 曾经的经历让我在与官员内宅的交往中如鱼得水 身份高的就静着捧着 身份低的便想他们所思 念他们所感 无人知我护玲珑 直到知府夫人赤子之心 不忘沟壑 为赵之南拉拢人心添了不少力气 所以即使我多年未有孕 赵之南也没有那切的打算称 机缘未到 我们不必强求 可一片祥和的日子被蒋若娘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平静 危机骤现 我一生夙愿恐怕将付诸东流 我将这些年积攒的金银和首饰全都搜了出来 发现还是不够蒋若娘要求的数额 她张口要五百两 我当时松了口气 心想还好 五百两我还是有的 但我忘了她的品性 五百两怎么能满足她的胃口 她要的是五百两黄金 我没有赔价 赵之南当知府也才两年 我哪来这么多银子 可这不是蒋若娘要考虑的 那天走时她洋洋得意 别想着动歪脑筋 能来见你 我自然留有后手 如今我拿不出对策 只能将她安抚住再说 我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 我去库房拿了件不起眼的礼品 上面蒙着一层灰 官员之间人情往来在所难免 这燕台看起来普通 放在角落也已许久 想必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但我别无选择 托人送去换钱时 我通体犹如百虫啃事 我虽爱富 却也没大手大脚花过钱 毕竟比起从前活在淤泥里 现在的生活犹如人间仙境 在得知燕台换了三千两的时候 我整个人犹如五雷轰顶 这东西怎么会这么贵 可来不及多想 蒋若娘规定的期限到了 在我假装淡定将银票递给她时 蒋若娘倾笑失声 呵!不愧为官家夫人 五百两黄金首到勤来 你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还好得多呀 不像我 得用这笔钱为自己赎身 落毛凤凰 不如鸡 小莲真是有出息 她故意一口 一个小莲的叫 就是在提醒我的身份 自明的时候 她眼睛都没抬 说 这么可怜 就叫小莲吧 随意地好像往地上扔东西 离开的时候 我五味杂陈 脑袋有着很久没有的混沌 我没有勇气跟赵之南坦诚过往 因为无论哪一桩拎出来都足够骇人视听 逾越龙门者 怎甘心赴死 我要活着 像从前那样 大不了同命运再抗衡一把 接下来的十日 我没有等来赵之南的问责 但蒋若娘无止境地索取 让我日夜难安 她用我给的钱为自己赎了身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香兰芳的花船会跑到郡阳来 但她偏偏在这里撞见我 我不得不成为她找回往日荣光的人形钱庄 她要在俊阳落脚 让我给她租个宅院住下 丫鬟婆子缺一不可 她看上的华服首饰 用手轻轻一指 总会有人为她买单 我头上的朱钗越来越少 脸上的愁容越来越深 就连赵之南都察觉到异样 你最近清俭不少 可是身体不适 看着她满含关切的脸 差一点我便想将真相和盘托出 我最近公务繁忙 李王奉旨来江北一带巡查 即将到达郡阳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江淮暗查史的位置空缺 她来替圣上物色合适的人选 你的意思是 是 坐上那个位置 才最可能踏上兵部尚书之位 所以最近忽略对你的关心 还望富人体谅 我有些惊讶 不禁转头看向赵之南 这个被世人称作清雅公子的状元郎 仕途理想竟然是兵部尚书 那位置够高 但也绝对够难够险 我婆母的娘家虽然是江北五姓 但已有没落趋势 自己的夫君胸怀大志 作为娘子理应支持 只是 我牵强扯出一抹笑容 我只是最近睡得不太好 夫君不必记挂 宫事要紧 看来蒋若娘的事得尽快解决了 派去住县的人传来消息 我要找的那个叫小莲的人 卖身器在李家发卖出去的姨娘手里 或许是理财夫人良心发现又或者其他什么 李家并没有报官 而蒋若娘去了香兰坊后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勾得理财 将小莲的卖身器给了她 也就是说 印有我指印的卖身器在蒋若娘手上 卖身器她一定不会交由别人保管 因为她从心底瞧不上身边的任何人 觉得他们都不配与她相交 所以在香兰坊这么多年 她没有任何至交好友 如果是这样 那事情就好办了 酒楼包厢内 我放下茶盏 不敢置信地看向蒋若娘 你说什么? 我没太听清 蒋若娘扭动着腰枝懒懒说道 我说 我想做赵之男的姨娘 你想个办法把我弄进赵家 眼前的女人穿着比我还华丽 并见得朱翠泛着祸人光芒 我端着茶盏的手骨节泛白 你在夫君那路过脸 我怎么把你弄进赵家作妾 蒋若娘仿佛听见什么好笑的话 鸡声说道 她都能娶一个乞丐为妻 有一个五鸡的妾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更何况我已经从良 以后只伺候她一人 难怪她只让我帮她租房而不是买宅 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 我整个脑子嗡嗡作响 愤怒使得我咬紧牙关 蒋若娘 你别太得寸进尺 我得寸进尺 你臭麻雀都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我蒋若娘 本就是凤凰 为什么不能涅槃重生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顶着他人的身份攀上高枝 如今倒看不起我来了 呸 这切我是当定了 你有胆子不让我当 那就等着看迎接你的是什么下场 蒋若娘目次欲裂 表情凶狠地向地狱爬出来的恶傻 她曾经生怕理财看上我 连姨娘都不愿意让我当 如今她怎甘心见我坐她头上 更惶论若我将一个五娘弄尽腐 赵志南会怎么看我 我在官家妻妾中该如何自处 我本想着叫人将卖身器偷出来再说 如今看来 我满足不了她的胃口 只能送她去见阎王 我被自己这个念头惊出一身冷汗 当天夜里 我便从噩梦中吓得惊醒过来 看着身侧因为疲累睡得深沉的赵志南 我定了定心神 不管是为她 还是为自己 蒋若娘必须得死 我忧心忡忡思考着如何让人悄无声息的死去时 派去盯着蒋若娘的人来报 说蒋若娘死在了房里 被人发现时尸体都已经僵了 官府派人查验 说是突发恶极而亡 怎么会这样? 几天前还生龙火虎的人 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 这天晚上我趁着夜色悄悄潜入了一处宅院 蒋若娘死后 里面已空无一人 我很害怕 但我不得不来 借着窗户透进来的月光 我在这间死过人的寝屋里翻箱倒柜 我的卖身器究竟被藏在哪儿了? 就在这时 黑漆漆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个男声 你要找的东西可是这个 我身形意歪 差点摔在地上 谁 我满眼惊恐地看向声音来源 外间的桌前静坐着一人 那人点了根烛台 火光亮起 我看清了他的脸 本该出门应酬的赵志南此刻正捏起一张泛黄的纸 表情玩味 小莲 名字可真是随意 我早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无法动弹 他不是去吃酒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接着桌前人眼神悠悠 如同鬼魅一般轻声说道 除掉了你的心腹大患 夫人该如何报答我呢? 我竭力控制住发颤的声音 夫君 你怎么 一个妓子竟敢肖想我赵家名分 亏得我大老远把他弄来 着实不堪 如此荒诞的人留着也是个祸害 云儿你觉得呢? 蒋若娘给我赐名钱 阿娘都换我云儿 赵志南连我做乞丐时的名字都知晓 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我浑身脱力 跌坐在地上 蒋若娘是你派来的 男人缓缓夺不到我跟前 用手勾起我脸 但这麻烦为夫不是替你解决了吗? 夫人难道不开心? 我的过往 我与蒋若娘的恩怨 包括这些日子我被威胁做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 她早已知晓 却还来假惺惺问我开不开心 我抬头重新审视起这个每天与我同床共枕的良人 她微扬的嘴角边总是浮动着若有若无的微笑 温润如玉的眼眸中 似乎总是蕴含着款款深情 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五年时间里登天子堂入汉林院做知府台 并早早筹划着六部尚书之位的男人 我竟以为她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 这一刻 我不再像面对蒋若娘那般假装淡定 心似以灰之木 身如扶平无根 说吧 你想要我做什么? 几个月后 皇帝宣指 郡阳之府赵之南升任江淮暗查时 赵府上下喜气洋溢 被前来恭贺的人踏破了门槛 我引在窗缝后冷眼看着这一切 麻木的脸上内心翻江倒海 靠女人换来的东西 这位置赵之南坐得稳吗? 不过也是 像他这般心机叵测之人 一个暗查时算得了什么 你怎么还在房里? 女眷们都已等在侧厅 赵之南推门而入 今日的她依旧清俊挺拔 面容淡然 但若仔细观察 一股锐气在她眉眼之间若隐若现 我脸著心神温言达道 我怕失了一束 回房整理妆容 这会便去赵之南满意地点点头 有劳夫人了 夫君拿礼的话 我还没来得及恭喜夫君着生 这都是妾身该做的 我低眉顺眼说者动听的话 不出意外 赵之南眼里闪过一丝嘲弄 夫人 我不过是她投机取巧的工具罢了 我一介健身如何配当她夫人 我还记得那个夜晚 赵之南如戏耍猴子般将我逼入绝境时 我问她的目的是什么 她告诉我 李王即将到达郡阳 而我需要去勾引她 你还记得我们在京城与李王有过一面之缘吗? 当时她频频看向你 我私下打听得知 你与她最宠爱的侧妃很像 可惜多年前侧妃难产去世 母子俩一个都没能留下 密密麻麻的含义从脚底窜上被挤 我大脑发猛 竟不知身在何处 我一个逃奴 如何敢勾引李王? 这点你不用担心 说着赵之南将手中的纸张靠近竹心 请刻间卖身弃变化为灰烬 你的过去我早已处理得干干净净 没有云儿 没有小莲 只有护玲珑 这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天真的可笑 怎么会觉得梦想可以不劳而获 富贵可以从天而降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赵之南让我去勾引年纪比我爹还长得李王 我没有资格说不 你只要帮我这一回 你现在所拥有的 我只会让你更多更省 倘若你不愿 那我只能换一个对我有所避意的夫人 而伺候过你的那些下人 他们会去往他们该去的地方 毕竟不利的东西就该尽数抹去 你当初为什么愿意娶我 他要的是能对他有帮助的人 那为何平民出身的护玲珑能嫁进赵家 以他的心计 轻松便能摆脱这门婚事 赵之南的言尾带着轻微笑意 因为你来得正是时候 我没有时间思考他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李王两日后就将抵达郡阳 身为知府的赵之南得为他接风洗尘 以赵之南的风格 不管是我拒绝或死去 黄泉路上的绝不止我一人 我苟活一日 就有人能多活一天 我看到了自己的愚蠢 没勇气让旁人为我的贪婪买单 接风宴上 我注意到了李王不同于其他人的目光 随后在他住在府里的十日 我几次与他偶遇 交谈中护玲珑 曲折的身世让我看起来更为娇弱 而言谈中的风趣又让人觉得娇花没有在风雨中自甘沉沦 赵之南说 只要引得李王对我有足够的好感 届时我适时说上几句 留给对方的印象就足够深了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某天夜里熟睡的我突然被什么重物压上 一身酒气的李王喃喃自语 一儿 本王终于见到你了 我想逃脱 却发现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想喊叫 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被赵之南献给了李王 成为他康庄大道上的一块垫脚石 本该过几日才离开的李王第二天便走了 赵之南什么也没说 我便什么也没问 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我要留到某人的坟前来哭 心怀鬼绝者 终将见到地狱 蒋若娘去了 我也来了 赵之南 应该不远了吧 我的生活跟之前并没有两样 但看着桌上的佳肴美酿我总犯恶心 我私底下偷偷找了大夫 生怕那个不堪的晚上留下了罪恶 但大夫告诉了一件让我震惊无比的事 夫人长期用药 已经伤了根本 恐怕再难受孕 长期用药? 是 已有四五年之久 离开医馆时 大夫那副看透高门内里同情而怜悯的表情深深烙在我心 我扶住墙壁几乎站不住脚 几年前 赵之南说那句时机未到 我们不必强求时的场景仿佛就在昨日 原来从一开始 他就从未有过真心 他那时还不知我是假冒的 却也没想过让护玲珑为他绵延子嗣 所以即使五年前入京的是真正的护玲珑 他的下场也不会比我好到哪去 我揪住灵口 蹲在地上好半天才起身 我的确错了 并未知付出了惨痛代价 但接下来我要好好活着 我要亲眼看看赵之南跌下神坛的样子 会不会像他玩弄人心时那般漫不经心 巡视完江北戈道后 李王返回了京城 两个月后 按茶室的位置便落在了赵之南头上 侧厅那女眷云集 众人见我入厅接起身行礼 若放在以前 我定然满心愉悦地享受着众人吹捧 但现在 我只想应付完这些高门贵女赶紧离开 这一张张笑叶如花的面容下 谁又知道裹挟着怎样的心思 宾客们你一言我一句纷纷恭贺着 通判夫人怕落于人后也赶紧复贺 听闻大人当年还是状怨狼时 被三公主绑下准婿 想召为驸马 谁知大人立刻秉明圣上 称父亲早年便为他定了一桩亲事 对方虽只是普通人家 但君子众诺称制不强者制不达 言不信者行不果 只能辜负公主厚爱 赵大人不仅狼艳独绝 是国之洞才 品行也如高山扬指 乃君子之范哪 通判夫人这番话一出 众人神色各异 他没意识到 这番话虽然高度夸赞了赵之男品行皆家 却无意中将我不足以与他匹配的家世背景显露人前 厅内的气氛过于安静 见此情形 我玩耳一笑 臣夫人谬赞 夫君一介读书人 奉圣贤论如归孽 倒是负了公主的好意 玲珑蒙妇因得此姻缘 只能尽好娘子本分 将赵府内务打理妥贴 避免夫君为家世分心 众人见我没有生气 厅内气氛又活跃起来 一阵寒暄客套将宾客送走后 我回到屋内休息 脸上微笑的神情在房门壁上那刻瞬间瓦解 原来如此 若不是寻亲的护玲珑挑了一个绝妙的食客入京 身为状元郎的赵之男可是要被点为驸马的 像他那般狼子野心之人 怎么会甘心做那表面光鲜 却毫无实权的空架子驸马 护玲珑的到来拯救了他岌岌可危的仕途 莫说是个平民 即便来者身份更低 面貌更卑 赵之男都会即刻取进门 他早有盘算 正妻之位肯定是要换人的 所以没打算留下血脉 或许他也没料到我在这位子上还算八面玲珑 为他收拢了不少人心吧 我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真相 但在明白夫妻情义无法让我为他的青云道路现身时 他掀了底牌 把蒋若娘弄来逼我就犯 一桩桩一件件如酒屈连环 我一个只见过底层世面的丫鬟如何应付得来 这高处的风景 的确不凡 足够设人也足够精彩 赵之男从那天过后再也没碰过我 我也求之不得 我已看清了他的嘴脸 再让我于帐内成欢 我怕真的会在榻上吐出来 他之所以没有动我的位置 应该是怕李王察觉端倪从愧疚之情变为揣测 便得不偿失了 我们比以前更加相敬如宾 他忙于励志 我忙着折服 赵府门前络绎不绝 毕竟赵之男的权力很大 他时常附各道巡查 考核励志 又主管刑法之事 这天清博侯府的少夫人来访 我赶紧出门迎宾 刚落座 许清便哭哭啼啼到明来游 我那不成器的弟弟在书院将人打伤了 众目睽睽下 县令判他账三十 还要在牢里待上几月 我弟弟生来体弱 要是在牢里关上数月 哪里还有命在 还望赵大人通融通融 留我弟弟一条活路 后来我才知道 许清所谓的体弱弟弟在书院嚣张跋扈 因看不惯一个贫农子弟 将对方打得肋骨断裂 至今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赵之南得知此事 眉眼都眉台 只淡淡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没过几日 听说那贫农子弟被打后还好好的 是回家路上摔了一跤才导致的昏迷 肋骨可能是那个时候摔断的 而许清的弟弟因杖刑过重生命垂危 被放出来安排救治 至于什么时候能治好 自然是后话了 半月后 许清上门拉着我的手 欢欢喜喜地说了半天话 而后院库房中 又平添了许多东西 走过庭院 我望了望夜空 天太黑了 月光 星子 什么都看不见 我突然一起给蒋若娘凑银子时卖的那方雁台 色不留笔 滑不剧墨的社宴竟被我当作反品卖了 怪不得我 谁知道那样贵重的东西上还能蒙层灰呢 此后 每个进赵之南书房的人 我都暗地里记下了名字 库房收纳的礼品 我也登记在了自己的小册子里 赵之南当任暗茶室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事 潮江南岸下了一场暴雨 于郡防洪的堤坝决堤 淹没了下游的几个村庄 死伤数百人 但地方城上来的只有一封死伤数十人的奏报 河道监工和修河堤的河宫总投各一名 朝廷阵继下来的灾款只有一些零头落在了百姓身上 其他的不知所踪 反正赵之南的私库又充盈了一些 毕竟他对于郡呈上来的东西没有表示任何疑问 坐在房内的我全身仿佛在被烈火焚烧 我不是天生的乞丐 八岁时家乡受灾 爹爹染上瘟疫去世 我与阿娘流离失所 他身子骨本就不好 带着年幼的我靠着一路乞讨才活了下来 后来他死了 我成了真正的乞丐 再后来我成了下等人 被蒋若娘践踏 被赵之南践踏 赵之南这样的人若是继续当官 再往上爬 到时践踏的不止我一个 他会践踏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人 现在的生活 我早就已经倦了 当我思考着将手里的册子交给谁会比较合适时 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赵之南不可能没留有后手 要是到时他反咬我一口 一个是冒充他人贪图富贵的陶奴 一个是处世得以国之栋梁的大臣 许多高官都与赵之南有来往 并且不少人受到过他的恩惠 我虽贱命一条 却也该留到用武之地 以卵基石不可取 一步措 满盘皆落索 还得从长计议 赵之南 你且等着 你的报应很快就要来了 这天赵之南回府时脸上阴沉一片 我端着熬好的参汤进了书房 大人最近有些疲累 喝碗参汤补补神吧 他看了我一眼 脸色好看了些 随即一巴掌拍在书桌上 许仁杰那个蠢货 当初就该让他死在牢里 许仁杰 清伯侯少夫人的弟弟 他做了什么让大人如此生气 看着赵之南常年温和有礼的脸裂了缝 我表面担忧 内心却说不出的愉悦 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不痛快 因为他极力营造的好官形象被人破坏了 去年许仁杰从牢里放出来 救治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而那名被他打致重伤的学子却没能活下来 风声过后 家里人给他换了书院 继续他的求学生涯 刚开始他还收敛着 但没多久就有学子报官祈求庇护 说他得罪了许仁杰 怕遭到报复 当学子提到赵之南的名字时 县令想清场已经来不及了 许多在场的百姓都听到学子说与许仁杰争执时 对方亲口承认打死了人 奈何人家有清伯侯和暗茶使撑腰 难怪别人要报官 否则哪天走路怎么摔死的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 因为报官的李长生是死去学子的堂弟啊 邀请他替兄长申冤 他求之不得 卖了清伯侯这么大面子的赵之南 怎么能引在幕后呢 做了好事就应该拿到台前来 让众人夸赞夸赞 看见我温柔闲静地伺候着他喝汤 赵之南没再继续说下去 脸色恢复了常态 他轻柔地拉起我的手 玲珑 有些事事为夫不得已而为之 你莫往心里去 过去的已成往事 你以后会是尚书夫人 受众人敬仰 我打下的家业 以后都是留给孩子的 你坎坷半生 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儿走得路太艰辛吧 赵之南说得赤诚动人 我配合地红了眼眶 拼命挤出两滴辛酸泪 我懂得 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夫君给的 夫君一人要支撑起赵府门楣 实为不易 玲珑怎会心生怨对 他还不知 我早已知道他给我下药让我在难受孕的事 他温情默默的样子让人觉得虚伪地想笑 这天夜里 赵之南破天荒地塑在了我的房里 若不这样做 我们哪里会有孩子 我强忍住不是与他上演着夫妻情深的戏码 他让我去城门散财师周淡化影响 我照做便是 见我最近表现不错 赵之南百忙中抽了一天 带我去踏青 马车沿着平坦的绿荫道路而行 掀开窗帘 但绝清风拂面 两旁的树叶洒然有声 令人沉醉 带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什么 我伸回了脑袋 车内人正臂遮掩假妹 马车后面跟着的两名护卫突然大喊出声 大人小心 赵之南末地睁眼 瞬间掀开车尾 我躲在赵之南身后从缝隙中看去 道路中间赫然出现两个黑衣人 手持利剑 尽现肃杀之气 护卫立刻翻身下马 从怀里拿出信号弹发射升空 未曾想就在这时 两旁的树林里又可飞出一人持剑向马车袭来 一支剑从马车窗户伸了进来 我伸手一挡 手臂顿时鲜血淋漓 夫君快跑 赵之南脸色铁青 一把将车夫踹下马车 捡起缰绳狠狠甩在马匹身上 驾 马车飞驰电车地朝着前路驶去 道路两边的景色都成了虚影 不知道跑了多久 赵之南脸上大汗淋漓 而前方没有了道路 马车驶到一处悬崖边来了 乐亭马匹后赵之南下车便跑 我捂住手臂吃痛地唤了一声 夫君还没等赵之南跑出两步 两个杀手骑着护卫的马已经追到跟前 你们是谁? 你们可知伤害朝廷命官是重罪 黑衣人嗓音粗利 杀的就是你这种狗官 赵之南猎切着后退两步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马蹄奔跑的声音 有援兵到了 赵之南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把匕首从他的后背穿胸而过 从他的角度望去 能看到胸前露出的剑锋 男人不可思议地转过头 见到的是我笑得和善可亲的脸 护玲珑 你 大人记错了 我叫云儿 不叫护玲珑说者我用力将匕首一抽 赵之南整个人瘫在地上 你别忘了 下等人也是人 他们也会有爱与增 你对人和工具有些混淆不分了 既然苍天无眼 那我就亲自来 有件事你做得很好 便是自断你赵家血脉 免得继续危害人间 我对黑衣人点点头 两人将剑同时插进赵之南身体 这是我代表百姓们送给赵大人最后的礼物 赵之南死时 双目圆争 看起来十分不甘心 我将怀里的册子丢给黑衣人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追兵的身影 快出现时 我大叫一声 夫君 我来陪你了 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 暗查使夫妻出游时遇刺身亡的士震惊了朝野 就在朝廷大力搜捕犯人时 记录有赵之南逊私舞弊 贪赃王法的小册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俊阳周边各家各户的门前 册子最末有刘明 专程贪官污吏的陆林好汉 一时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 朝里派了许多官员都没能找到犯人的影子 倒是确实在赵府的库房里发现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真品 世人皆叹 清雅公子状元郎 终被利益蒙了心 只有我知道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清雅公子 官家想抓到人 恐怕得费点力气 毕竟我联络的是最顶尖的杀手机构 他们的本事无需多言 为了联系到他们 费了我不少周折 而用金更是当初蒋若娘的数倍不止 不过没关系 库房里有的是 我依旧像从前那样 随便挑出一些蒙尘的东西 赵芝南到死都不知道 他用自己的钱杀了自己 与他一秋之河的人出了大力气 而护玲珑的尸体半月后出现在悬崖下的溪流下游处 尸身情况 已经惨不忍睹 赵芝南不是个好东西 但他却有个好妻子 寻常人家的儿女懂得世间浩荡是真情 我当初虽有所准备 但跳崖时还是受了伤 养了几个月才没留下病根 伤好后一路走走停停 终于在黎俊阳千里之外的湖关县落了脚 当初雇佣杀手的同时 还给自己置办了一张户籍证明 如今我叫周云 是死了夫婿来湖关县定居的寡妇 时光荏苒 五年时光悄然而逝 在湖关县的这些日子 我收留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们有的是乞丐 有的是孤儿 还有的是卖身脏母被我赶在劳宝前买下的女孩 日子虽有些拮据 但内心有着从未有过的平静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庭院中教所有人识字 蒋若娘是有夫子授课的 我也偷偷跟着学 有不懂的地方便问他人 要不是有点学问 嫁给赵志南的那几年怕要出不少丑 看着做成两排年龄各异的少年男女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读书吗? 十一岁的小牛子抢答道 十字的伙计去哪儿都更容易备用 说不定还能当帐房先生里 其他人赞同地点点头 小牛子说得没错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接着我一字一句认真说道 读书最重要的原因是明理 明了理就有了主张 有主张后便知道这件事能不能成 该不该做 云仪当初便是书读得少 见识短薄 只能靠历经事实来明理 但有些道理等你领悟时已经太晚了 你们还想 要记得世间的事大体是宫廷的 拿你有的东西 去换你想要的 没有足够的本钱 就别滋生出不该有的欲望 否则会自食恶果 现在的他们可能还不太懂我在说什么 但埋下种子 总有出芽的那天 时间还长 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讲 我所走过的荆棘路 他们无需再走一趟 前半生的小莲和护玲珑 让我品尝到了持身不正 持心不纯 则富贵权势皆如云烟 而真正的安全感 是来自心灵的平静和野心的缅除 周云做到了 或许我会老死在湖关县 但我的孩子们会替我去品尝除了下等人和上等人之外其他的人生 回头看 青州已过万重山 向前看 前路漫漫一灿灿